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有的比较多的互动 然后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 无论是爸爸妈妈跟小朋友 或者是兄弟姐妹一起玩都很OK 大家可以一起在家里 共创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运动时间哦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上课前老师说过什么呢 我们要先暖身 好请小朋友把脚伸直 很好 好这时候呢 妈妈可以在小朋友的后方 跟他一起做 好来把脚缩短 很棒 把脚伸长长 很好 缩短 伸长 缩短 伸长 很好 请你举一只脚 跟老师say hello 很棒哦 好 好来我们换脚脚 say hello 很好 做得很棒哦 好接下来我们的脚脚要画大圈圈 那小朋友年龄如果比较小 他没有办法有机力可以画圈圈 妈妈可以帮忙协助 抓着他的脚绕大圈圈 好那我们来准备画大圈圈了哦 一 很好 二 三 四 五 很棒 那我们换脚咯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请小朋友把脚打开 很棒 把脚关起来 好 把脚打开 把脚关起来 好把脚打开 那我们要准备做果酱作丝了 请你把手手伸起来 这时候妈妈跟小朋友 或者是家人们可以手手互相的 搓一搓 好搓一搓 好我们变出红色的草莓果酱 蹦 我们从大腿涂到脚尖了 我们涂五下一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很好 接下来请你搓搓屁股 很棒 好 搓搓屁股 我们变出紫色的葡萄 蹦 很好 来我们换另外一个图示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我们接下来搓搓肚子 肚子在哪里啊 好 变出黄色的 哦 凤梨蹦 好 土中间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请你把吐司夹起来 好 拿出超级厉害的高 很高的烤箱 好 如果小朋友这时候手手没有办法举很高 妈妈可以协助他把他的手拎的高高的 好 帮助他一起盖上烤箱 但是轻轻的哦不要用力压 好 来我们一起数到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叮 烤箱烤好了吐司了耶 好 我们切切切切 切切切 请你把它折起来 三三封 有没有三三封 摇一摇 好 这时候呢 可以把小朋友抱在妈妈的身上 或者是分开做都可以 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做一次 妈妈做一次 接下来再妈妈抱小朋友都可以 你们可以自己去搭配调整 看小朋友喜欢玩哪一个 好 那这一个不倒翁的动作呢 请小朋友先躺下来 嘿咻 好 要起来 这个动作呢 肚子要用力 好 那我们的手要抓紧脚 那妈妈可以协助他的事 就是帮他手手抓好脚 然后呢他起不来的时候呢 可以压一下他的膝盖 或者是帮助他 起来 好 那接下来妈妈要怎么跟小朋友 玩这个动作呢 可以让小朋友坐在你的身上 抱着他 同时间抱着你的手 你的手同时间抱着你跟他的脚 好那也请他把手抓好 好环抱他一样 好可以 妈妈可以先側躺 背后躺 側躺 然后起来 如果妈妈起不来没关系 可以用手稍微支撑一下 然后呢一样 側躺 背躺 側躺 好妈妈撑不起来 记得手手 因为有小朋友重量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没有关系 你可以稍微 手可以稍微帮他一个忙 好 做完了 这个 这个可以在家里自己尝试做 记得找比较有软垫 或者是有瑜伽垫的地方做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支撑平衡的动作 妈妈刚好这时候在他背后 然后可以协助他 来 我们请把手放在脚脚这边 妈妈可以帮助他抓住脚脚 好 我们把他脚脚伸起来 我们打开草莓这边的吐司 很好 好我们打开葡萄这边的吐司 很棒 很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两只脚打开的时候呢 如果他会往后摔 请妈妈帮助他一下 好 妈妈在后面帮助他一下 好打开 不要让他往后倒哦 很好 好 这个动作呢 如果妈妈想做呢 妈妈可以先靠着墙壁做 好不要让自己往后倒 然后呢 如果没办法 拉到这么开的话 可以扶住你的小腿 好吗 可以扶住 如果呢 小朋友练得很厉害 你可以请他放手 好 做一个平衡支撑 好 这个动作肌力要也要有 好 所以一开始可以用抓着的 好或者是妈妈在后面帮他协助 让他可以做一个平衡 一个支撑 好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进行到 我们在课程里面有进行到一个神体的蛋 它里面会有很多动物 那这些呢 妈妈在家里面呢 也可以自己去构思一些有比其他的动物都可以 让小朋友可以对动物有认知 或者是日后去动物园 或者是看到什么动物 小朋友是可以很直觉反应说 诶 这个是大象 这个是老虎 这个是鳄鱼 那妈妈可以去设计一些属于你们自己有趣的一些亲子体操 那我们现在一些小朋友先变成一颗蛋 好 那这一颗蛋 第一个 哦 里面的动物是什么呢 是鸭子 鸭子怎么走路 嘿 咻 嘿 咻 鸭子 好鸭子 那你可以先扶着膝盖走 你也可以扶着脚跟走 你也可以长出翅膀走 好 这一个动物呢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你要怎么走 好 那我们的鸭子 好 第一个动物是鸭子哦 很好 鸭子 鸭子走路 很棒 好 然后呢 鸭子走路完了以后 脚会比较容易摔 你可以先 放松 让它休息一下 好 就是做运动就是适当 然后不要让小朋友觉得肌力有太过度的使用 好 当然每一次每一次都可以多一点点的训练 多一点点的强度 让小朋友的肌力慢慢的提升 好 第二个动物是什么呢 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是昆虫类的是 毛毛虫 毛毛虫怎么做呢 毛毛虫呢 好 妈妈可以先 请他勾脚脚 膝盖弯屁股往前移 好 脚放松 往前移 很好 那如果家里的空间没有这么大的话呢 可以教他往后退 可以请他往后退 很棒 好 那我们毛毛虫一起走一圈咯 好 我们可以绕着垫子走一圈 很棒哦 很好 对 毛毛虫 我们毛毛虫走完了 好 我们再变回一颗蛋 好 接下来是什么呢 是兔子 好 兔子要跳起来 跳起来 我们是兔子 兔子跳起来 很棒 好 可以选择有耳朵的兔子 也可以选择没有耳朵的兔子 好 记得我们是双脚跳 好 那可以训练小朋友跳跃能力 好 跳跳跳 好小朋友继续跳哦 跳一整圈 好 这时候呢 妈妈可以追着他 或者是他追着妈妈都可以 两个人可以做一些互动的兔子跳 好 让我们的兔子感觉更好玩 对兔子跳 跳完了吗 很好 很好 可以一起玩 小白兔追着跑 都可以 好来我们下一颗蛋 是什么蛋呢 我们下一颗蛋 会变成 大象 还记得大象怎么做吗 大象就像一个大山一样 一个山洞一样 好大象会这样子的 大象走路 这时候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做大象走路 可以做一个手脚协调的训练 好大象走路的时候呢 大象走路有很多很好玩的玩法 好 妈妈走一走 妈妈可以停住 小朋友可以从妈妈的山洞里面经过 钻过去 那如果小朋友在走的时候怎么办呢 小朋友走一走的时候 妈妈可以在家里面找一颗球 或者是一个玩偶 从他的小山洞里面过 好那大家再试看看 好大象走路咯 可以走一走 好妈妈走一走 妈妈停住 小朋友赶快钻山洞 很好玩 好小朋友钻山洞 换小大象走路咯 小朋友赶快走 小朋友走的时候呢 停住 换妈妈拿一颗球 或者是一颗玩偶 从他的小山洞里面经过 好很棒 好接下来呢 大象结束以后是什么呢 好这一个神奇的蛋里面 长出来的是一个青蛙 青蛙手黏地板踢屁股 手黏地板踢屁股 那青蛙有很多种做法 你可以手黏地板踢屁股也没关系 小朋友有些会直接跳起来 也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自己决定 你们的青蛙长什么样子 好家里的青蛙自己决定 好那我们小青蛙先跳一圈 小朋友很棒哦 好跳一圈跳回来 很好我们再跳十次 一二三四很棒哦 五加油六七很好八九十 很棒你们把青蛙完成了哦 那最后一个还记得是什么吗 好最后一个是 乔乔老师最害怕的蜘蛛 好这个蜘蛛怎么做呢 好请你手黏地板脚踩好 屁股抬起来 好可以选择往前走 往后走 很棒 那大家也可以绕圈圈走路 好这一个时候呢 妈妈也可以拿一个小玩偶放在他的肚子上面 好让他可以运送东西都可以都很多种玩法可以玩 然后到课程后面呢 还记得我们让这个动物进行的比赛 那妈妈们呢可以选择一个起点 一个终点 那可以是速度的比赛 也可以是高度的比赛 比如说大象大象抬腿 大象可以抬很高 谁的腿抬得比较高 或者是鸭子比赛跑步 那或者是像毛毛虫 他也可以拿一些物品放在他腿上 或者是小朋友坐在妈妈腿上 一起做运送的动作 一起运动 那很多东西都可以玩 你可以玩速度 玩秒速 可以玩一些抬腿 那妈妈也可以运动到 小朋友也可以运动到 那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个 我们再复习一次喔 我们第一个是什么动作呢 好 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个出来的是鸭子 好鸭子怎么做 很棒 小朋友赶快做给妈妈看 很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小兔子 小兔子跳跳跳 很好 好 做给妈妈看喔 很棒 好 接下来是什么呢 毛毛虫 毛毛虫很棒喔 还记得毛毛虫怎么做吗 好 再接下来毛毛虫完了是大象 大象 记得喔 老师还有提醒你们玩法 大象是可以 有山洞有钻过去的 很好玩的一些游戏 好 大象完了以后是什么呢 好 大象完了以后是青蛙 好青蛙还记得怎么跳吗 青蛙你们可以跳你们自己想要跳的跳法 那青蛙跳完了以后呢 还有什么呢 好 就是蜘蛛 老师很怕的蜘蛛 好蜘蛛可以 蜘蛛它做完了手会比较酸 所以做完了以后呢 请你记得甩甩手 不要让自己的手手很痛 好 那做完了所有的动作呢 还记得老师说什么吗 一定要好好地放松 好 因为呢 放松呢 才不会让你的肌肉受伤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这次的课程 那我是恰恰老师 我们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